索爾 荷蘭神話 I am Batman 美國漫畫 不好 嘿嘿這個不錯 Luke I am your father Join me to the dark side 星際大戰過期了 WBC還是要這個最好 中華隊的帽T 這個呢我看啊 這個讓我穿起來看比賽 至少可以多喝三杯不醉 然後穿起來大概只有80公斤左右吧 就這件了 我試試看 換 我現在看起來只有70公斤了吧 我們也可以去放心的討論 NBA自由球員交易了 走吧 我們上一集聊完的球隊呢 基本上是自己的企圖心很明顯的 就是擺在那邊的 我目前為止球隊狀況怎麼樣呢 我就打算怎麼交易 可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呢 卻是一些很奇怪的球隊 而且很複雜的狀況 因為呢我們要聊到 站著毛坑不拉屎的Boston Celtics 大家都想跟他交易 因為他手上有選秀權 可是Danny Age認為他的選秀權比黃金還大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的聲音出現 那另外呢就是Carmelo你到底要不要走啊 看起來Carmelo好像想待在紐約尼克隊 直到Phil Jackson先走 所以呢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不過最近話題呢 卻產生了另外一個化學作用就是 本來騎士隊是不願意 以Kevin Love來跟他換Carmelo Anthony的 可是現在Kevin Love要受傷 他要休息 他可能六個禮拜不能打 那這樣子一來呢 騎士隊交易的企圖心可能會增加一些 這會不會讓23號之前呢 有一個非常大型的交易產生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一看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這些交易的球隊啊 那其中很關鍵的一支球隊呢 就是在今年第三種的戰力啊 就是本來預期可以進季後賽 而且在季後賽一定的作為 可是目前為止打得爛的不可思議 而且呢是讓他們的老闆管理階層 都十分頭痛的一個狀況 那就是芝加哥公牛隊 公牛隊是一個不會投三分的球隊 這是眾所皆知的啊 那可是呢在今年來看呢 他們的化學作運也起不來 所以很多的交易的聲音都出現了 今天呢他們說我要交易Jimmy Butler 明天他說Jimmy Butler不能動 後天呢Jimmy Butler竟然可以走了 Jimmy Butler現在不能走 所以Jimmy Butler到底要不要走 我認為他會有一個交易之後呢 就產生明顯的骨盤效應 什麼樣子骨盤效應呢 就是芝加哥公牛隊在換了一塊拼圖以後呢 他會欲罷不能的繼續做交易 因為在公牛隊現在面臨的挑戰是 他必須要在今年呢看可不可以把Touch Gibson 還有Meritage兩個人交易出去 為什麼呢這兩個不是打得很好嗎 沒有啦Meritage 你請別人收人到不收 因為投籃命中率太差 沒有不會投籃的射手要怎麼用呢 因為他們的合約明年要到齊了 公牛隊可不可以跟他們續約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他們很努力的 想換你一些至少在禁區可以使用的籌碼回來 那他們想到誰呢 Danny Ainge 你手上有選秀權我跟你換可以嗎 Danny Ainge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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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gei Ibaka要跟我換選秀權 我都把他掃地出門 他只好跟多倫多交易 我要你Touch Gibson來換選秀權幹什麼 所以呢我覺得公牛隊在這個地方呢 可能只能勉強吃下一個或兩個球員 Amir Johnson 可能是他願意交易的對象 那另外呢可能他願意把Kaliolenic 或Zeller送走中間騎隻用一隻 所以呢以這樣子的交易方式呢 二換二或二換一 換Amir Johnson回到公牛 公牛應該會願意做這個交易 因為今年季後賽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看好的一支球隊 所以乾脆就先把我的球員交易出去了 再看接下來要怎麼玩 我們講了這麼多交易的可能呢 那在既然這些球隊裡面 這些站著毛跟布拉斯的 手上會有籌碼還不願意動的 他們什麼時候會Pull the Trigger 我覺得在明星賽的過程當中呢 會有很多人交投接耳 很多人互相打電話 那我覺得最要加油的人 應該是Phil Jackson了 因為他的Carmella Anthony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交易日截止之前 我們再見 拜拜